大家好,这一课我们接着讲安卓项目开发 安卓项目开发当中有一个概念 就是在安卓当中有一个空间叫做aturity 那这个aturity是不是一个界面呢? 与aturity相关有哪些呢? 好,我们这一课来重点介绍一下安卓界面的认识 看一下今天的课时 安卓界面展示原理分析 这一课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界面呢? 因为我们在马上讲了这个项目当中用的一些图片 一些捕捉的一些画面 它都是和这个界面原理有非常紧凑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这一课来简单认识一下 第一步认识一下这个XML结构和绘制分析 XML的结构在安卓项目当中 它是在IS底下目录下所有XML都是由标签对组成 其中内容头标签和内容标签对两部分组成 在内容标签中又有多个子标签组成 在系统编译时会按照从上到下 从外到内层依次加的绘制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说的这个XML是什么意思? IS吧,这是IS目录下 目录下,我看一下主项目 IS目录下它有Layout的 还有的是Values底下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Manifest 好,我们就打Manifest为例吧 Manifest因为是内容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然后它刚才说的是以头标签,这是头标签,头标签包括什么呢?包括是版本 还有编码格式吧 好,紧接着下面是不是是内容标签 这内容标签也是由标签对组成的嘛 就是头,就是尾标签对组成 我们大家如果说了解了HTML编程的基础的话 就对这个概念非常清楚 它是由标签对,一手一尾组成 然后里面又有紫标签 紫标签里面是不是又有包含紫标签 紫标签里面又是不是又可以包含 评级的在其他内容 就比如说这里再定义一个 Sedic等等其他标签都是可以的吧 好,这是第一点刚才说的意思 好,第二点,activity展示原理 这个应是最常见 说到安卓不得不说的就是activity activity是每个界面展示与用户交互的 一个窗口 在系统的进程中 首先应用 先到应用的manifest 找到launcher activity launcher activity指的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程序 launcher activity 是不是launcher 定义是launcher category里面定义是launcher吧 表示应用的加载启动应用吧 说到activity不得不齐的就是它的每个生命周期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生命周期 七个生命周期就是activity的一生 然后根据activity的内部的各个生命周期分别完成与用户的交互与数据的采集 这句话说的也就是activity的概念 指的就是与用户交互和数据采集的一个窗口 并且每个生命周期都有自己特定的使用场景和作用 好我们来看一下activity 这是打开mentivity 好这是uncreate uncreate指的是什么 大家经常在使用这一块有没有对它有一个概念 有没有一个概念 这会该做什么事呢 是不是 就是最最好 我把这个注采给大家写 大家就比较明确 注最好是指操作界面的加载绘制和和一些简单的 和一些简单的数据请求吧 数据请求 然后这里有一个注意的点是什么呢 所有的 所有的操作 所有的操作 是不能超过5秒 超过5秒就会出现卡顿 ANR了吧 这个应用无响应吧 错误了是不是 这操作不能超过 不能超过5秒吧 好 这是uncreate 好紧接着有一个 是什么呢 unstart吧 unstart里面 这个大家在这一块有没有什么 之前有没有什么认识unstart unstart是干嘛的 unstart是不是指的是一些完成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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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一些 数据刷新 的操作 是不是 就比如说 这时候机面从应用回到桌面 从桌面再回来的话 是不是应该在onstar里面 去完成一些数据操作呀 好 紧接着是什么呢 onstar完了就是on resume吧 resume onresume onresume里面 我们主要完成的是 完成的 是什么 onresume焦点获取 焦点获取是不是采集数据啊 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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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 数据 获取焦点 获取焦点 为什么提到获取焦点 因为 因为界面 在和用户交互的时候 用户在界面操作的时候 是不是 要有个焦点 没有焦点的话 你这时候点击界面 是不是无响音啊 是不是 所以说 所以说才有个焦点 然后onpose紧接着onpose onpose onpose指的是什么呢 它主要完成是什么 完成的是它指的概念是失去 失去焦点 失去焦点 记录 记录 界面 状态 焦点状态吧 焦 焦点状态 这就是表示的是它的一个unpose的作用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它还有一个unstop unstop unstop指的是什么 unstop指的是 界面 界面 暂停展示 就是界面 界面暂停展示 这时候 临时不展示界面的意思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 非常容易 很少使用的 unrestar unrestar指的是什么呢 界面 重新打开 完成 完成什么呢 完成一些 刷新操作 刷新 操作 好 最后一个是什么 销毁吧 undestroy 界面 销毁 界面销毁 销毁 界面销毁 然后 完成了 所有 数据的 释放 释放 好 好 这就是我们指的整个生命周期 整个生命周期 指的就是从开始创建到最后的销毁 每一步它都有自己它特定的功能吧 特定的功能就完成了这个tut的它的整个生命周期 它完成了它的所有的操作 它的任务就到此结束 即使你不回掉它也是从一次走下来 从这一次走一次走 只是说有一个特殊的就是它 它你就是说你从别界面再回来 比如没有销毁的话 它会再次走它 然后从它走到哪呢 比如说从一定的从A跳到B再从B回来 这时候A的生命周期走到哪些呢 是不是从onPose onStop 再到onRista 再到onStop 是不是从这绕了一圈 又绕到这来 好 这就是它atut的生命周期 每一个生命周期对应的作用 这里简单介绍 这样通过几句话 大家就能看明白 好 最后一个悬浮框展示眼力 悬浮框 我这里主要指的是 Puple Window Dialog Tools 那个Notification 通知栏 在安卓开发中 常常会遇到一些给优户 展示的一些提示框 所以说这些提示框都是一些 只能展示一些 简单的数据的提示 但是不能和用户交互 因为它 大家知道Puple Window 属于展 点击之后弹出来 和Dialog一样 点击弹出来 上面只是一些提示信息 一些小按钮等等 或者最多有一个小编辑框 最多输入一些 不能说大量的 全在Puple Window 这样的话 Puple Window写下来 是不是展示起来 不是太好看呀 这也不推荐这样使用 所以说包括了Notification 也只是一个窗口 状态栏的提示 所以这一刻也只是 生命周期也是非常简单 然后 我们就这里就不多讲 因为大家在使用过程中 对这个使用 后期使用会 大量的实力 好 我们这一刻就讲到这里 下一刻我们就开始讲 自定义空间 谢谢大家